今天我們第二次直播 就已經到達一個特別深度專訪 特別深度專訪 其實我已經給了四條問題 其實都不太另類 不過我覺得Candy看到有些發揮機會 直接就到題了 我們鼓勵大家 如果想聽一些正經一點 關於嘲諷的東西 你聽聽港台和志龍的慢動作 是嗎? 對,沒錯 什麼時候上的慢動作 說得及的話明天 不然就要下個禮拜了 稍後看看是否剪得及 對,我們就可以宣傳RTHK 就沒有人提及了 但RTHK 應該有限制 未必算得到台CV 我很喜歡你們兩個和他們的關係 大家互相宣傳 其實是這樣 現在世代共享 什麼都是share 但是產生最大的回憾 剛才你的訪問裡面說得很好的 有些就是共享的力量很大 那些社會聯絡 那些設計師之間 或者甚至未來的合作關係 問到一個倒題一點 其實我反過來問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現在事實是真的 Kennie不是紅的 是很多人受歡迎 也很多人不是 他買你的東西 甚至是黃喉湯 但我問一個問題 你問過 其實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吃過鹹苦 有沒有經過低谷 沒有人 我想整個行業的所有設計師 都會受過鹹苦的 大家的鹹的鹹度不同 是 我們那時候 如果我要記得的話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最初 就是我 沒有繼續 就是 在天氣地製造的時候 我自己走出來搞 那最初的時候 我在做那個 叫做潛水讀人 Coverhead 18 那個 其實那個 無論設計 Kekalak 所有造型 故事 我都很喜歡 那些差不多是 夢想的創作 那又有 真皮 感肅 全部這些 細節 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但是 愛河 這一點 不是我這些財力的人做到的 因為每次做的生產貨 成本很高 還有 選號也很大 男生買東西和女生買東西很不同 男生買東西用鼻孔 有裂痕 已經脫掉了一點 可不可以換個給的 剛才我收到 還有這樣的 摸了盒 摺了盒 這樣換個盒 然後我說 你還是給我 真的不找到 我沒有了 我都已經 那我很怕 但是就是這樣 我的倉 放了十幾十萬的貨 那裡 那是自己投資人 全部都是自己投資的 我肯定記得 這隻是這樣的製造型 但是 其實我是可以繼續賣下去 但是應該可以繼續賣下去 還有我有很多東西 發覺 很多技術上的東西 我是不夠財力去支持的 譬如那些材料 我找到最美的環保的人做給 他過了兩年 他竟然又環保起來 環保 他就自己粉絲 哇 我說怎麼辦 然後看著他消失 消失的作品 對 很慘 Mr. Stark I don't feel well 然後我就說 我一定要想一個 自己做得開心 又沒有那麼大壓力 又要為大家帶來歡樂的東西 那我就做Molly 終於出現 Molly怎麼來 我又不說 下次深入再說 Molly這個東西出現的時候 其實是救了公司 但是救之前 也受到很多慘的苦難 就是 開頭的時候 頭一年 真是人來看 一個小妹妹 看著雪槍在台灣 跟著我媳婦 很樂觀地說 咦 也有個粉絲 再過多 再過多 第二年 都不是很多人做 沒有人 怎麼辦呢 就是再下去 你真的要轉行 兩年 你壓不了那麼久 跟著就開始想想 有沒有一些新的 壓力方法 比如加一些 周邊產品 慢慢改善 直到我 奮身 將自己全部家當 用這個 奧運的主題 做12個公仔出來 將所有的成本 都不加入 他的公仔裡 賣到 總之你肯賣 我就OK了 當時做了幾千隻 已經很大膽了 小小的公仔 初初買了百多 之後 減到自己都不賺了 總之你肯賣 我批給你 我就OK了 最後他成功 全部都批掉 我沒有錢 但我告訴你 這班人 將會是 成為了 直近於我 未來的粉絲 OK 這個項目 雖然要賣完 但都是 沒有錢賺的 規本的 第四年就回來 第四年就回來 開始慢慢 Boli 是慢慢慢慢慢慢上升 直至最近兩年才是這樣的 是的 那是世界扭曲了 Boli 應該是這樣慢慢 gradually 其實他是慢慢上升 但是這兩年 這三年都是突然間 爆發 市場扭曲了 少少 是的 為何要問這些問題 其實現在很多新朋友入行 很多收藏家 很多新的粉絲 其實真的想知道 其實這一刻 你見到Kenny 嘩 真是瀟灑風流 有什麼風流 哈哈 風趣幽默 都很瀟灑 但不是要風流的 風流其實不一定是那種 我們想的狀態 即是不是芝士坡那種 風趣幽默 但實際 我認清你很久 其實見到你們經歷過 其實真的有些 其實不是那麼高峰 成這樣優谷 是的 其實見到你們難的 自己 很明白的 所以找問 大家不要正以為 見到排隊的客人 說Kenny賺了很多錢 我沒有找到很多錢 其實都經歷過很多 我幫人找了很多錢 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能幫到人 有問題 這麼多人 這麼受歡迎 排隊 你覺得是否好事 排隊 排隊 如果來光顧我 當然是好事 是的 還有如果真的是粉絲 當然是好事 但是很明顯 裡面已經暗藏了 另一件事 是的 如果關於炒風 我聽到港台的 慢動作 真是轉移 第三個問題 其實你覺得自己是搞藝術品 是搞商品 很坦誠 回答自己 我是在搞一些令大家都很快樂的事 因為這個問題 我曾經問過我的同行朋友 他都說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做一些自己開心 別人有很開心的事 你管得他是藝術品 商品 然後有錢賺的 還有你可以令到那個東西變成一個事業 可以行得到的 就是一件好事 嗯嗯嗯嗯 藝術 藝術 是很抽象 很虛的東西 是的 我本身來到這個世界 很藝術的 我發覺 Candy用了一個很政治的方法 或者很交際 市場的方法 回答了我 我用一個很學術的方法回答 你們看書 找藝術的定義 其實Candy回答了我 其實是的 如果你的藝術品 其實是yes 因為商品代理商品 其實沒有重點 我覺得 其實基本上 世界上所有的東西 你看看你怎樣定義它 是 是 所以都 所以不要問自己 究竟你搞的是限量版 還是說 你是做一些創作很漂亮 和別人分享到你心裏 心裏面的想法 或者一些對世界的看法 其實兩樣都是的 就不要去爭辭了 還有我覺得這個答案 是粉絲買家的答案 還有如果你問到我這個問題 很明顯就 不是很清楚 這些是什麼事 我問的 我問的 所以我又不好意思 我又回答了 關於這個問題 我們又加分給人知道 為何時間深入一點 沒有辦法最後再說 但是我們其實 有時候 你明白我們 不是幫自己鬥的時候 我們做主持 或者是訪問 我們其實要代表一個 大眾 大眾去問一些問題 所以 你又把我幫我踢了給大家 但是不要怪我 大家不要怪我 就是 真的會問一些這樣的問題 你擺得太深 有時候 我坐在那裡做觀眾 咦?你講了什麼呢? 我就不明白 對啊 所以你要問一些貼地 其實現在 你自己覺得 就是 當你重新入學 剛才你說過 你都怕你走苦 你會怎麼走呢? 會不會 都是這樣走 還是說 我想到一條新的計劃 喂 這樣就不同效法了 真的不同效法 看到一條路這樣 一開始 一開始就不要 不要那麼任性 不要那麼任性 但是 如果你不任性 基本上你就不會選擇 這一行 所以呢 你應該 拿一個平衡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 確保 這個袋子的銀量 是足夠你走到 某一個 你任性的時間 反而我想問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選擇是 學會做生意先 你一步 還是真的 學會設計 或者學會技術先 我覺得 學會怎樣做 一個好的自己 或者 學會怎樣去理解人 先 理解了人的話 也就是說 你理解了整個貿易 哈哈 你的手中 沒有錯 到時是不是玩具 都不是問題 哈哈 哈哈 總之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很開心 或者 甚至是 我給了王子華做講座 做一些 做一些 talk show 我都很開心 都好啊 都是王岸 是啊 但是我當然沒有這麼厲害 如果我做到他 我記得你說過 你在廣州那個講座之前 你說你小時候是不說話的 不出聲的 是不善言辭的 果然你有follow人 是的 我是Benz來的 所以其實 但是到現在 你可不可以認識了 就是你 剛才講到精髓 就是其實 可能做了一次 計師就加到 其實不只是要 靠創作畫 你可能在對外公關 或者表達你那個創作的能力 其實都是 起碼有一個平均的水平 是不是 我很成熟的 我回到第一次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本身不是一個 就是 我自己認為的是藝術家 就是 如果你是一件好的作品 我幾個動出來 全世界就會明白 但是我的動出來 是大家不明白的 那我就自然要講 講得不明白 我還要寫 所以我層次相對是低一點的 但是 他念習到了 既然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層次不高的時候 那就要訓練多些其他東西 就是你不能動在這裏 就要全世界明白你的東西 沒有人一生出來就會認識到你的東西 而且 你這東西這麼深奧 每人都知道 如果它 它夠的 你就幫助一下 說多一句 還有 說話 是 你和人溝通 你把你那件事 那個訊息 去傳達到 給你的受眾 這個 我都覺得是 你整個 整個配套的一部分 所以 所以 可能我真的明白的 因為我年紀不小 就是 很多你見的是 成功 我先說成功 成功的朋友 各樣的都 其實可能是到某些時候 因為他在各樣的能力 都開始 改變了某些經驗 和改變 就令到整件事 有些年輕人 通常都是一把勁的 我很勁的 或者 我賽跑勁的 或者 整體向下 都高度 但原來發覺 其實周邊的 實驗情面都很重要 老師 有時候我覺得 那種溝通 相向對於一個 創作人的多重 因為那種溝通 就是 你不只是自己做 知道別人看完 你有什麼想法 那種來回的 對答 我覺得是 另一種門 好像搖拳 或者踢足球 以及打籃球 你完全不需要交口 對方就會接到你的球 那種感覺 就是望座郊右 然後吃球 沒錯 那種感覺很美妙 其實會不會 你的經驗 和智慧 都反映在你的圖上 我看北琦 其實這條路 我會比較你們 你是這樣的 我已經認識了,是這樣開始,然後馬上上來 北奇就不是的,是高,是高,是高的 然後就這樣,這樣 那不就慘了自己 怎麼太高呢? 總有人是會,要經歷一些事情 起承轉合的 如果他永遠都是這樣,他所有人都會學到的 當然我不是希望他跌得很慘 但是如果世界是被他這麼幸運的話 我亦都恭喜他,不一定是他前生做得太多好事 所以才是不需要受苦難 不過我覺得苦難其實是祝福來的 是啊,絕對是 我覺得你們幾位香港現在真的有些名氣的指揮師 其實經歷過很多東西 淺淺的苦難,或者白眼,被人家 真是爺爺都會的,你知道什麼來的? 你見得多,看看 我也不知道幾場 我自從在不同的社交媒體出現之後 我發覺,大家在說話 我發覺人是有點退縫了 既然你是來一個玩這麼快樂的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你把這麼負面的情緒放進去呢? 還有,其實你去表達一件你不滿意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方法 你都不需要用這麼惡毒的字眼去說 那開始慢慢明白 原來自己以前可能也有做過相同的事情 你看到對方其實在做的事情 一定是告訴你以前你做過的 當然有程度不同 那你回答一下,你不能怪他 大家是互相教育的 即是罵我這些導演是什麼導演來的 是的,是的 你看完導演你就看完導演 所以現在看完你就不出聲了 是的,那次就不行了 所以真的,我覺得也是 其實我們在買的不是工藝品 工藝品就是短根程 即是你有多少工藝 有多少層的長牙雕 那裡算到錢 或者是飾金也好 有多少手工 但是如果你是藝術品 或者設計作品 或者設計作品 即是你用那個工藝的成本去計劃 其實是可以買的 你買的是CANNING的創作 或者那個地位 買的很開心 或者設計師們的創作 即是真的,如果用那種方 即是去那種 那種去衡量 其實,是的,你會很痛苦 因為你真的是來開心 而不是來痛苦的 但是如果你跑去那邊 就會很痛苦 你講得好像寬場 那樣 我們只是花錢而已 那樣 何必讀真感情 何必讀真感情 不是,因為是真的開心 每個人是開心和歡樂 設計師們的意義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如果當我們去 這麼焦點住 好像世面的地方 去拿回所有我們的公道 哇,這個真的很慘 那種社交媒體 我們真的受到很多 不同的正面負面批明 但我理解 有時候走出來又要原作 是的 曾經有一個前輩 曾經這樣跟我說 我當然做不到 他都告訴我 做一個創作 或者做一件模具 其實等於 你首先要做好東西 做一個人 做好自己 你就直接反映了自己 進去那件作品裡面 那人家就看不看 你怎樣裝作 做一些假的虛無的東西 放出來 怎樣華麗 人家一認識的作者 什麼都會已經是 看到了 是 是兩個世界 對 那你會自己經常都 嘟了嗎 我 我想我做事的時候 有時候 我做認真事的時候 有時候會咬著阿順 這樣 有人說我 我是這樣 咬順? 就是這樣 嘩 如果你是女生就不行了 沒有教不奇 我想做 不奇那些 不可以 買得到的時候 他就這樣 好啦 真的很開心 夠好沒有? 所以還要再發揮兩下 我們說一下Kila 你只是說到筆記不行 對 Kila 好像去了台灣 好啦 我們說完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 不說了 好 真的不說了 我求我們多謝你 好 好大力啊 還有 你今天用了很多筆簽名 我看到很多人跟你交流 這些就是反應 拿著你 人家覺得很多人找你 其實我現在都沒有人找過簽名 剛才有牟哲計師說 簽爛那支筆 於是不簽 我姓林屋的 師子投過 好厲害 OK 好啦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Kennie